深圳马可波罗和上海九世的比赛 同样在最后一刻才分出胜负 比赛只剩一分多中 两队战成89平 但此时身穿橙色球衣的上海队连续犯规 深圳队获得四次罚球 他们全部命中取得领先 上海队没有放弃 弗雷戴特中投命中追回两分 中场前最后一攻 落后两分的上海队还有机会 但是弗雷戴特面对严密防守 投出了一个三不沾 此时篮下的刘征空接补篮命中 但是裁判通过回看录像判定 在刘征空中接球的一瞬间 比赛时间已经到了 此次压绍球超时无效 最终上海队91比93两分戏败